大家好 我是盛伟 说实话有点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 邱文俊老师也介绍了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说脱口秀 我这属于是 赶鸭子上架 真的是 但是老有这么句话嘛 叫相声演员啊 无不知百行通 真的 我当时让我说脱口秀 我就想 维护咱们相声演员的尊严 尽量希望我今天的表现 能像一个脱口秀的老手一样 对吧 这样可能就好一点了 尽量表现我自己 像一个老手 维护相声演员尊严嘛 对吧 就今天来的时候 那会儿还没有开始录制之前 我就来了之后 然后导演就问我 说孙伟 你今天说脱口秀 你要不要彩排一下 这时候咱就得表现得 像一个老手了 我说那个导演不用了 你就告诉我 那个提词器在哪就可以了 导演当时就蒙了 没有提词器 我当时也蒙了 我说你们这样不行了 你们再用要求相声演员的标准 要求脱口秀演员 所以一会儿 我要是有什么忘词啊 说错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愿相声 都愿脱口秀 就是导演那时候让我来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说盛伟你一定要来啊 说这一期节目特别适合你 其实我一听到这个 这种话的时候 我就明白 肯定是今天需要一个 长得特别丑的人 来衬托其他人特别好看 那个人肯定就是我 就是我来了之后 看见咱们的主嘉宾 我就我误会节目组了 说咱们今天这个主嘉宾啊 我想先不介绍他的名字 因为大伙可能都很熟悉了 真的 我就通过我简单的描述 可能大伙在脑海里边 就能出现他的形象 咱们可以试一下啊 就大伙把眼睛闭上 我来描述一下 今天咱们这位主嘉宾 在影视作品当中 塑造过很多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 大多都是一些比较猥琐的形象 还有一个面部特征 就是嘴老歪歪的 是不是已经有画面了 对 就是乡村爱情的赵四 开玩笑 咱们今天这个主嘉宾是杜旭东老师 杜老师是这个非常德高望重的老演员 真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介绍呢 就是因为杜老师啊 这个属于是什么样的演员呢 属于是戏红人不红 对吧 就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小孩 尤其现在小孩 你要跟他提杜旭东 他可能就不认识 但是一看见杜老师这张脸 当时就吓哭了 对不对 确实是因为这个也产生过不少误会 就杜老师采访的时候说过 说过因为这个就 老的吓人 产生过不少误会 就好多什么大妈呀 就是以为杜老师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坏蛋 当时就把自己 刚听完养生讲座领的鸡蛋 扔到了杜老师身上 杜老师也很难过 你说这玩意生气吧 人是对自己演技的一种肯定 对吧 不生气吧 衣服真脏了 怎么办呢 杜老师就回家开始练 练这个徒手接鸡蛋 现在练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杜老师已经可以不用去听养生讲座了 就是这个情况 其实同样困扰的 还有刚才提到就是李明奇老师 就容膜膜嘛 也扎紫围 拿针扎紫围 特别狠 表情拿着针 就好像针在那扎一样 扎紫围 也被人扔过鸡蛋 其实我建议杜老师跟李明奇老师 可以多交流一下 他们在一块多交流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说了 说针灸致歪嘴 特别有效 谢谢 您是按照一下 请还微 segue 咱们 分享 谢谢 п